昨天前大陆扬州挑战今世世界纪录的最大炒饭结果 因为被发现拿去喂猪 所以挑战资格被取消了 而上海昨天则是有一项最多人同时抛披萨饼的挑战 511人花了600多个面团成功刷新了纪录 但也怕因为浪费失去资格 全都烤成了511个披萨新鲜现卖 一个手不动 一个手最动 手上的面团怎么转啊转就是不太听话 大妈们努力练习因为他们等着挑战 最多人同时抛披萨饼的世界纪录 挑战开始所有人都必须用双拳拉伸和抛制披萨面团 hold住不能掉下持续一分钟 而且完成的披萨直径得超过30.5公里 之前的338人记录在英国创下最新结果终于出炉 我们最终的成绩为511人 所以恭喜你们这是一项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顺利511人打破世界纪录 全场还翻了 只是这些披萨饼呢怎么办 工作人员拿出配料 现场新鲜制作再送去烤炉烘烤 因为三天前扬州挑战世界最大炒饭 却用垃圾车再去喂猪而被取消记录 浪费食物可是金氏世界纪录的未归大忌 挑战的食品一定要被吃掉 金氏世界纪录从来都不鼓励任何形式的浪费 根据金氏世界纪录规定大型食物的挑战品 最后都必须提供民众食用 主办方想出点子 把面团做成玛格丽特披萨 卖给附近的白领享用 一个150块台币所得全数做工艺 破纪录之余还能把爱心分享出去 记得林建志还原在上海采访报道